选在温哥华公布2014年度最新加拿大旅游市场报告 联防小型商业旅游事务及农业国务部长Bernier表示 去年加拿大一共迎来超过1710万名国际游客 旅游业为加拿大带来总计885亿元收入 海外市场增长最强劲的是中国 2014年游客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29.4% 人均消费1990加元 在所有来源国当中消费力最强 加拿大旅游局表示 这一切得益于2010年家中两国签署旅游目的地ADS协议 以及互发十年签证等优惠政策 同时政府也宣布会重新投放资源 在增长缓慢的美国市场 推广加拿大旅游 4.7亿元 那是1.5亿元多人 那是2014亿元来到B.C. 那是我们第三个年增加 福皇卫士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导 阿安 美国י理員 3.6亿元来到珀疾